我们需要做什么 就是打疫苗 打疫苗 打疫苗 全民凭疫苗施打 国内疫苗陆续到货 看看目前进度 政府2020年10月签约的AZ疫苗 2021年3月7月陆续到货 但1000万剂总共只来了130万剂 505万剂莫德纳 7月15日运抵35万剂 目前到了115万剂 大约是采购量的五分之一 COVAX平台的疫苗476万剂 也只到60.96万剂 若是加上日本捐赠334万剂AZ疫苗 和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国内总到货量虽然达到890万剂 但一半以上都来自国际捐赠 我们的国际疫苗采购 受限于多种的原因 而难以施展 行政院7月12日 宣布辉瑞BNT疫苗进度的记者会上 没有明说的各种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先进国家 他们的量都拿到了比较多 工资比较够 我相信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提早订 而且订的量可能真的是比较多 我们举例就好了 美国在去年的7月 就已经跟BNT下单 他们是给他直接19亿美金 赞助他们做领导试验 然后再给他定了1亿 后来追加到3亿计 然后8月就对莫德纳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给19亿 也是从1亿又变成3亿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欧美先进国家第一时间投入大笔预算 研发采购疫苗 以美国来说 疫苗计划早在2020年5月就启动 投入高达124亿美元 和13家药厂合作 取得疫苗优先出货权 那时候买的时候 没有一家疫苗是研发出来的 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家会成功 所以就买很多 所以到时候看哪一家先有你就拿 总人口3759万人的加拿大 去年光是莫德纳疫苗 就买了4400万剂 辉瑞也买了7600万剂 投入预算超过700亿台币 疫苗采购量是人口数的三倍以上 确保到2023年都功或无余 相较于这些国家超前超量部数 台湾直到2020年9月以后 才陆续签约复订 加上国产1000万剂在内 共买了2981万剂疫苗 只够让不到7成的人口施打2剂 相对台湾很多的采购法的限制 要分好几家厂商部分部分采购 不能只买一家 如果去年你们早点买像伊斯兰这样 就通买一家辉瑞就好了 就解决了 只是让我们的采购法不允许这样 那就叫做土力厂商 专家解释台湾受限于法规限制 必须分别向不同药厂采购疫苗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说过 当时没有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 因此不会单压好几千万剂 在同一个疫苗 而是采取分散风险策略 只是这样一来采购量少 再加上时间又比人慢一步 台湾的供货顺序自然就排在很后面 疫苗延误的风险当初是否纳入考量 现在担心的是到货的时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到货时程都相当慢 本来预定的不管哪一家的疫苗 包括COVAX拿的疫苗 全部都迪雷啊 它的产量早就都已经卖光了 徐东药厂今年产能早被买光 有钱想追加也买不到 而民众最担心的 还是国内疫苗数量到底够不够 我们的全人口如果决定 反正是六七十的话 疫苗这个它就会有高度群体免疫 它只你说是五啊六等的话 那么你的疫苗的概率就是要 高到八十%九十% 才能能够让疫情下降 DELTA因为假如说它的这个R0值是五到七的话 那通常我们来算说这个群体免疫 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估算 就是R0减一除上R0 那这个算出来大概就是八十几% 专家用基本传染数R0值计算 原始武汉病毒株 疫苗覆盖率60%就能达到群体免疫 以此为基础六成人口 每人打两剂需要2760万剂疫苗 政府最初的采购量正好足够 问题就在于DELTA病毒株 因为传染力更高 疫苗覆盖率要达到85%才能群体免疫 至少就需要3900万剂疫苗 政府原来采购量还要再加上 国际和民间企业捐赠的疫苗 共4000多万剂才能达标 若是需要达到第三剂 疫苗需求更上看5865万剂 除非现在民间要捐赠的1500万剂 都能够进来 同时 同时这个政府采购的 也都能够如期进来 它比较有机会 不然的话可能是有困难的 到年底前会有一定数量的BNT疫苗 供给使用 同时我们在年底前 除了原本商购的505万剂 Moderna疫苗外 也寻求今年再加购一定数量的 Moderna疫苗 另外 明年后年 我们也预计购买至少1500万剂 次世代的Moderna疫苗 由鉴于去年疫苗采购不足 行政院宣布 2022和2023年将购买至少各1500万剂 次世代Moderna疫苗 等于可以让六成人口打第三剂 Moderna就我所知 已经有二合一的疫苗 就是第一代武汉株加上南非株 二合一的疫苗已经都有了 医师解释所谓的次世代疫苗 其实就是针对新冠病毒 变异株研发的疫苗 只是明年还是以六成人口来布局 会不会又太保守 假设原来的疫苗效果都变得很差了 必须重新打疫苗的话 1500万剂是不够的 大概至少要3000万剂以下 他们工货会不稳定 因为会有两个来源是比较好 同时也要争取代购 也要鼓励国产 有医师认为疫苗策略 应该参考今年经验 纳入更多风险考量 寻求多元管道扩大采购 但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 今年都打了冷剂 明年顺便只要打冷剂就可以 那以将来算是六成人口数 那我觉得六成人口数 应该把会有重症的族群 都可以涵盖掉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过量的买疫苗 是因为还不太确定 你遇过的疫苗是不是会有效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成熟了 我们现在慢慢知道 哪些新冠病疫苗是可以用 哪些是可能会失败的 这不必要去过度买这个疫苗 虽然这个病疫病不断出现 但是它引起来的疾病 都是像一般冒到清症的话 也不一定说我们以后 每一年都要打疫苗 明年会不会一定如此的需要 可能不会是全部的人 高风险的人 长者再加上可能有慢性病的人 比如说肥胖的人 他施打了疫苗之后 他的这个抗体的下降很快 意思是开始可能有保护 很快就变成没有保护 这种人就要追加一劲 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补打疫苗 专家认为还有待研究 不过医师也强调 就算打了疫苗 不代表就不会感染 疫苗覆盖率提高 也不代表新冠病毒会从此消失 现阶段最重要的 还是做好防疫基本功 才能与病毒和平共存 感谢观看 嗯 感谢观看